神是世纪的神 他的一切做工 也都是世纪的 神所说的一切话都是世纪的 神所发表的真理都是世纪 除了神的话意外都是虚空 都是无忧都是站立不住的 除了神的话意外都是虚空 都是无忧都是站立不住的 现在圣灵要带领人进入神的话 人要追求进入世纪 就得寻求是日记 认识是世纪 之后经历世界活出世纪 对世纪越有认识 越能分辨出 别人所说的是不是世纪 对世纪越有认识 人的观念越少 人的观念越少 越经历世纪 对世纪神的作为 对世纪神的作为 越有认识 越容易脱离撒旦的摆坏心情 脱离撒旦的摆坏心情 越有时机 越有时机 就对世纪 越有认识 这样就越严憎 如听越喜爱真理 人越有时机 越有时机 离神要求的标准越紧 神所得着的人 就是有时机的人 是对世纪 有认识的人 是通过经历世纪 对神的世纪作为 有认识的人 有认识的人 一月世纪的余生 配合功可及身 越能获得 生灵的作供 越能得着世纪 越能得着神的开启 从而对神的世纪 作为更有认识 你能活在生灵 现实的亮光里 对现实实行的路 就越透亮 越能脱离遗忘的 宗教观念 宗教观念 老旧作坊 现在就谈现实 人越有实际 对真理 认识的月头亮 对神的心意 越明白 对神的心意 越明白 对神的心意 出来 ittel 人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